牡丹乡东海部落六十几年前 还坐落在中科院九棚基地限制中 但因为民国65年建制中科院的国家政策 族人被迫迁移到其他地方 其中十二户被送到现在的满洲乡常乐村 处理过程不但粗糙 也没有提供安置住所 我们的祖先放在那边埋在那边 要把墓牵杖的时候 就大概就用推土器把它全部推在一起 堆成一个沙丘 然后就放一个叫做无名寺之墓 所以我们兄弟几个就 把我父亲的墓碑就立在那边 后来金长老教会交涉 国家愿意替族人造屋 可是都是海沙屋 雪上加霜的是 族人居住区域 后来被划入墾丁国家公园 要做房屋维修都受到法规限制 想说要重盖我的家 那后来我就想说 公园也不能违法 要违法行政 然后按照我行政程序这样走 我就到肯定我在公园去申请 他就跟我讲说 我的房子是违建 被迫迁离部落的过程 族人感觉像是被国家遗弃 因此除了希望回原部落记住 也要求还原整起事件 让这群族人的身心灵都得到补偿 我们今天是有一些历史打开 但是也不尽完全 不尽完备 那我们也很愿意提供给墨师这边 另外就是 刚刚有提到 有一些其他的诉求 我们都希望能够透过正式的书面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来帮助各位 能够达到各位所希望 对于这些档案的一个调阅 不论是中科院内的档案 或者是公所所留下来的档案 那甚至是当时我们的长老教会 他们所留下的当时协助迁离 这样的一个档案历史记录 那都希望说我们透过成立一个 所谓的调阅小组 原东海部落族人将组成五人小组 直接与中科院处理档案调阅事宜 希望让真相早日水落石出 原始新闻八浪 评论满洲 成本不到